被迫送到林口隔離所的板橋某大樓住戶 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心里满满不安 参数台风逐渐逼近北部地区 从中午过后就能感谢到明显的风势和雨势 那先前被迫撤离的住户们 因为走的时候太突然门窗来不及关 衣服也还没收 真的只能用隔离偏逢连夜雨来形容了 因为以往台风天都待在家里遮风避雨 现在却只能被迫待在陌生隔离所 也担心起家里状况 担心也没办法 现在B洞大楼出入口都已经用红楼封起来 亲友也没办法帮忙做房台准备 至于台风天被隔离要吃什么 不同地方也有不同做法 建小姐住的地方三餐照样给 还多到有点吃不完 但有其他住户住在蓝阳检疫所 台风前一晚就先发送一整天物资 面包泡面水果饼干等等 看起来的确有点客难 也有住饭店的住户虽然有送餐 但还是有点不满意 台风天被迫有家归不得 隔离场所待遇有别 市府也说做不到完美 只希望市民能忍忍多多包涵 TV7人李国战中海与台北 参观到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订阅分享TVBS新闻频道